縱橫樂壇四十年曾獲金曲獎 這家編曲人獎的音樂大師圖映 他的作品包含了張學友的情書 和新小綺的味道 都出自於大師之手 三年前展開斜槓人生 開咖啡廳實現自己的夢想 無論是張學友的情書 或是王菲的天空 這些二手能詳至今依然傳唱的歌曲 全都出自這位 霸台煮咖啡的西南編曲人 52年次的圖映 踏入音樂圈近40年 榮獲第二屆金曲獎最佳編曲人獎 不過2017年 圖映決定開啟他的斜槓人生 跨行開餐廳 耿樂與和同路人分享自己所愛 放眼望去 除了整間滿滿飛機收藏 還有不同飛館的簽名 櫥窗更有各式公仔模型 以及自己21天橫越美國的旗幟 圖映笑說有了餐廳後 彷彿有了正當理由 持續他的男人夢 差不多的心態 一直到他老花眼看不清楚 他可能還想要去買一盒模型來做 好像現在也多一個藉口買這些 咖啡廳牆面除了李宗盛 周華健等大咖簽名 不少民眾也是衝著圖影的好手藝 慕名而來 可以看得到模型 除了菜以外 我覺得它的甜點也很好吃 參與過600多場演唱會製作 無疑是樂壇重量級的編曲大師 跨足音樂 料理 航空模型和重機 全在這裡實現 原本可能只是假日會碰在一起 現在等於是每天 因為斜槓選擇 讓圖影除了音樂 有更多時間能和家人相處 也還有